给我爸爸知道 我们这三姐妹还会这样一起 在那边守住她的手艺 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是林大姐 梅二姐 我是小妹 我们在红帽桥 大牌162 Mayflower Market 我们的招牌叫三姐妹 因为我们三个都是青姐妹 所以就叫三姐妹 我们这里卖的是 跟虾面干捞 跟虾面汤 还有炒虾面 因为我爸爸在差不多四十多年前 他在那个 Singming Road那边 在大牌36 在那边卖虾面 本来我们三位都是家庭主妇 后来因为十五年前 因为我爸爸去世了 然后因为我们看到我妈妈 都蛮伤心的 然后就觉得说 我们就三个人 三个姐妹就回去陪妈妈 给她聊聊天 不要给她这样伤心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这样陪 不然我们就叫妈妈 教我们 这个手艺就是卖虾面 然后我妈妈就出来 教我们这三姐妹 我妈妈教了我们煮 熬那个虾汤 还有煮那个辣椒 因为那个辣椒 是在干捞面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汤里面最需要就是大骨 还有虾头 还有一些配方 我是负责 take order 打包 还有收钱 我是负责炒虾面 炒附近虾面 然后我是负责干捞面和汤面 其实我们的故事 真是有点蛮长的 不是这样简单的 之前我们有开过小食店 他煮了十多道 新加坡的美食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 我们就是照我们这些炒虾面 干和汤 那每个人讲 你们这间小食店 又有咖啡水 你们卖这样不行的 你们一定要找一些东西出来 就炒饭 炒饭不是人家煮炒那样的 不是咧 因为我们是 我们放叉烧 还有放下次自己 好像在家里煮给孩子 吃这样的 就这样子 每个人都讲 很有家里的味道 所以我们 有些还跑来这边 哎哟怎么 你们只是卖酱而已 中国没有卖 没有卖炒饭 没有卖米罗波斯 他们真的太喜欢 他们也喜欢吃米罗波斯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煮过这些的 但是去到费没办法 你要生存 你就要试吗 还有炸虾饼 每个都讲我炸虾饼很好吃 我完全不会的 六年和约到 就觉得说不要 辛苦 蛮辛苦的 蛮辛苦的 因为都是我在 那些东西都是我在煮 煮来卖的 而且我本身还要炒虾饼 炒果条 还有炒饭 还有做 菠萝有饭 菠萝有饭 做很多啦 我觉得太累了 我不要 所以跑来这里 可以轻松一下 简单一点 第一次是603 然后在咖啡店 然后在咖啡店 然后在这边 这边是第三个盏 第三个盏 有很多人都在603跟到披山去 所以披山再跟来这边 老实讲我们的支持者 真的是很棒 他们真的是 他们真的是 对我们很好 我们也是对他们很好 可能是我们三个一起做工 很开心 很开心 而且是爸爸流传下来的 所以我们肯定会 因为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 真的 因为我们很爱我们爸爸 真的 如果我给我 因为人家所讲的 如果我给我爸爸知道 我们这三姐妹 还会这样一起 在那边 守住他的手艺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因为我爸爸是觉得说 这个小贩应该是属于男孩子来做的 如果我们女孩子 就觉得说 女孩子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做做小贩 没有 他也是没有想到我们会出来 对他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这三姐妹 还会做做 做他留下来的手艺 真的 没有 我有想过 如果真的是 比如说我们三个里面 其中一个生病 我们就不来了 我们全部都不来了 因为我们三个是一条心 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如果一个不来 我们全部都不来了 人家有问 如果是说 看不到你一个姐姐 或者妹妹 我们是肯定来的 不来我们全部都不来 因为一人做一份 一人做一样东西 如果你少了一个人 你很难 很乱 很难做 其实我们是蛮开心的人 蛮开心的 这样子 只是说生意有时候 它叠的话 我们三个人要拿薪水 会比较辛苦一点 老实讲 不然我们是做得蛮开心的 三个人 一起嘛 一起就感觉很开心 我们三个人一起的时间 比我们在家里的时间更长 更长 尤其是姐妹啦 老实讲是蛮难得的 好像比如像家里的孩子 我们都会拿来这边 然后就是跟其他人讲 我们是没有隐瞒的 所以我们很了解彼此的家庭 中况 很了解我们三姐妹的性格 所以我们很容易去沟通 只算吵架 下一秒就好了 很快的 不会记仇的 就是三个在一起 好开心 很开心咯 希望有下辈子 我们还要做姐妹啊 嗯 还是可以在一起咯 但是还是要卖俠美